各位,我終於到3D打印了,我自己出來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又是我3D設計CNEO 我們在這個頻道裡有講過普通的3D打印機 亦都講過一些光固化高精度3D打印機 但是呢,竟然沒有跟大家介紹過3D掃描器 今天在我桌面上就有這個RefelPoint他們剛剛推出的POP2 跟大家介紹一下RefelPoint他們這個品牌 RefelPoint其實就是一個Kickstart的project 當時就出了POP1第一代的3D掃描器 它就打著一個旗號就是專業的器材但是入門級的價錢 世界各地很多人都聽到這件事都被吸引著 紛紛就去back這個project 這個project其實都真的叫做幾成功的 他們吸取了這個經驗之後呢 今次又推出了新的一代就是POP2 它裡面硬件上面今次也都用了一個叫做雙木結構光掃描技術 簡單來講就是一個高精度的3D掃描器 跟你iPhone上面的拉打不同啦 沒有那麼兒戲的掃描出來的東西 真的可以說用在遊戲或者是movie裡面的 那叫做一個業餘級來說算是挺專業的選擇 很簡單跟大家介紹完啦 那不如我現在跟大家開箱這件事先啦 先試一下 剛剛在盒子裡面大家應該看到這個公仔 其實就是給你一開箱的時候就拿來試的 但是我就不試它 因為我看到太多的影片都有試這個公仔 那我就不想這樣一樣 所以今天呢我會呢 掃描一雙鞋的 這雙就是我新買的Stan Smith 算是大塊一點的物件 都配到它這個呢 官方的掃描板那裡 它還有一個自動轉盤 放在上面呢 再放在上面 再放在上面 再放一雙鞋在上面呢 按著它呢 它就要轉了 現在呢我就把這個呢 就放在電腦那裡 那這個操作簡單的 真的現在呢 就和大家看一下有多簡單啦 盒裡面呢 就有一些的專用線啦 那我們插進去之後呢 就會見到Refel Point 轉了綠色燈 那就代表OK的啦 那部機的位置呢 就會在水平高一點的位置看下去 另一邊呢 就連接到電腦那裡 那我們就會用Refel Scan 去做掃描的 進去我們按開始 那它就會自動掃描的啦 那等後呢 完成絕了一圈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雙鞋呢 90度這樣反轉平方 在轉盤上面 這個app會自動幫你現在的數據 和剛才的數據呢 自動對位的 那我再反多一次這雙鞋 那我再掃多一次之後呢 基本上已經是拿了所有的數據 但是如果有些位置都掃不到呢 你可以直接拿起掃描器 那就將那些位置補回的 我見到已經掃描得七七八八 那我現在就按完成 它就會開始自動整合數據 剛才我見到有些位置呢 就疊得不太漂亮的 但經過整合之後呢 現在基本上呢 已經是見到一個很帥仔的鞋的形狀出來了 繼續呢 我們就會做Merching 和Texturing 那這個過程呢 視乎這件物件的複雜程度 一般來說呢 是有機會用到差不多十分鐘的 來到這一步 基本上已經掃描完成 整個過程呢 大概只用了十幾分鐘 鞋的旁邊呢 你會見到一些奇怪的面子 那我們之後呢 可以在iPad裡面去弄走它 那我見到呢 掃描出來的結果呢 相當之不錯呢 上面的文理啊 和圖案基本上都完全保留到 那我掃描好這雙鞋之後呢 其實那些的數據呢 我可以由電腦那裏呢 就放到我的iPad上面呢 有不同的usage的 現在呢 我將它們呢 放到我的iPad Pro先啦 來到iPad上面 我就用Normal Scope 去將多餘的位置 整走 然後傳送到去Procreate上面打開 那我們就直接 可以在Procreate上面 幫這雙鞋上色的啦 這裡呢 就等我 加三件上去啦 然後另一面呢 就等我簽個大名上去先 用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掃描任何的物件 然後在Procreate裡面上色 更有趣的呢 就是可以將你剛剛設計好的鞋呢 放在你現在的鞋旁邊呢 就做一個mockup 對啦 那你可以放到Procreate 可以放到Normal Scope 基本上你可以放下去 Metaverse NFT啦 eCommerce的 你可以將你這個掃描的product 上網 去給客人看 又可以的 接下來呢 我就想做一件呢 我一直都很想做的事情 就是 將我自己整個人 不要整個人 搬個人啦 OK 去做一個3D掃描的 那我以前是偷偷地試過 去自己掃描的 那我當時就是用一些的相 就是一些叫做photo scan 那你不需要這些硬件 你這樣用相機拍完之後 你可以stitch了一個3D model 但是當時呢 那個效果就 不好的 是爛的 所以沒有給大家看的 那但是今天不同喔 有這個revelpoint 那是一個專業的掃描器 大家剛才看到啦 掃的鞋子那麼精細 那我相信呢 如果掃人像呢 會更加之好 還有我要將它print出來 然後呢 將它放在我這個桌面上面 今天一定要完成我這個願望 立刻開始啦 那我就找了一個朋友呢 幫我去做這項掃描啦 大家看到我戴了頂帽 那原因呢 就不是因為好看的 而是呢 這個掃描器呢 是掃描不到黑色的物件 換言之我的頭髮呢 是掃描不到的 那我就需要戴上帽子 那掃描人像啦 因為掃描的面積大 所以呢 操作也會比較難的 經常都會呢 可能會脫了位啊 那需要有對方位的話呢 都真的需要反覆的練習 才可以掃描到一個 完整和自己滿意的模型 我們就用了大約20分鐘的時間 才完成掃描 但是掃描出來的效果呢 相當之不錯喔 那我看到有很多的細緻位呢 都保留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呢 去修緝一下先 哈囉各位 那這裡呢 就是我平時呢 做事的位置啦 那現在呢 我就在CBrush裡面呢 去修緝剛剛 3D掃描的模型 因為裡面呢 有多位穿了洞 還有有些位呢 我覺得沒那麼細緻呢 我都會想掃描出來的 那現在呢 花一點點時間呢 去修緝一下 由於面部呢 實際太多的細緻位 那所以我另外 分開再掃描多一次 那現在就把面部的模型呢 放回去全身掃描那個模型 可以留意到呢 其實那些頭髮 就不是完全掃描不到的 但是呢 你可能要補一補光呢 它才會認到那些頭髮呢 另外 深厚這個位置呢 也都有一些數據呢 不是那麼漂亮 我就將它們剷了它 然後再補一個洞 再跟著3的紋理 去雕塑那些位置出來 這樣補一補呢 就大概用了10分鐘左右 那麼最後 我都會呢 將底部呢 就批了它 那等這個模型呢 可以站在桌面上面 好啊 那麼修緝好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拿過去做3D打人 那我就用了高精度的光固化3D打人機去做打人 那這裏差不多用了5個多鐘 印了兩隻出來 近啦近啦 差不多完成了 我看到很多的細緻位都保留在這裏 大家看看那些衣服 非常之細緻 直接好像我這件衣服上面 每一個的細緻位都保留在這裏 清了一些support 我們曬光具呢 就可以上碟的了 那麼呢 就弄了一隻小的 一隻大的 小的那隻呢 就6cm高 大那隻就9cm高的 那麼... 嗯... 展示一下給鏡頭看看 那我自己呢 覺得呢 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期的 我完全不覺得呢 4000元的手持掃描器 竟然是可以做到這個質素的效果出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正面呢 基本上是完美的了 還有呢 我鼻子呢 是特別高的 那麼你看到 這個形狀完全搭配到 那我鼻子上面的 Data啊 全部都是很準確的 反正呢 就是後面這裡呢 其實... 呃... 是一個3D掃描器的 3D掃描器的 3D掃描器的時候呢 它是... 支援器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呢 就會懶懶的 其實可以分兩部分去印呢 就會更加之精美的 但是... 我懶啦 OK 打完燈之後 就更加賞心悅目啦 其實這個 Home DIY的質素 其實我覺得 誇張一點說 真的可以賣 差不多了 對啦 大家都看到 其實只是一些很入門級的 3D掃描器 再配合 一些入門級的3D掃描器 其實已經可以做到一些 很漂亮很漂亮的 Figure模型 就好像我們現在眼前 看到這個 其實這個POP2還有一個很大的賣點 但是要帶它出街才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呢 我出一出去 和大家介紹一下啦 各位這部POP2的其中一個賣點呢 就是它可以變成一個手提的掃描器 好像現在這樣 我搏了一部iPhone之後 我就可以在街上 將街上的景物掃描 然後save到我手機那裡 之後呢 我可以回家拿回電腦那裡 之後再做任何的修輯或者做3D打印又可以 那市場上面呢 暫時呢 好似也 是只有這個POP2能夠做到這個手持掃描器 因為大部分呢 你都需要搏了一部電腦呢 才能夠做到3D的掃描 那所以呢 這個POP2呢 那麼出名了 就是為什麼它在Kickstart 就那麼多人去back它 那麼多人去買它呢 就是這個原因了 那的而且確呢 是幾方便的 那現在呢 我就在這個公園那裡 和大家一齊試試這個POP2 真的掃描東西的時候 的表現是怎樣的 好 各位我發現呢 原來呢 太光的地方呢 是掃描不到的 那所以呢 現在呢 我就看看會不會有些室內的位置 去再試試掃描 那看看會不會有一個好一點的效果 那各位我走了一會呢 就發現呢 這裡附近的東西實在太光 和太過大件了 那就掃描不到 那所以呢 我就找了呢 我腳底呢 這塊的沙包呢 就和大家做測試的 我亦都用了iPhone 13 Pro裡面的LIDAR 去掃描同一個模型 好 各位這個POP2 試了之後呢 發現原來在外景裡面呢 太光的物件是掃描不到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在外景上去掃描東西的話 你就要找些可能橋底 或者樹底的物件 才掃描得到 所以就不是真的可以做到 在街上隨意去掃描任何物件 那樣東西的 那不像iPhone那樣 那但是呢 大家自己都看得到的了 和iPhone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真是一個專業的3D掃描器 那真的可以掃描到很高的精度 那所以各有好處 一個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compact一點 去哪裡都可以掃描得到 另一個我們這個POP2 就會是高精度的 但是會比較相對麻煩一點 我亦都測試了連接手機 去做人像掃描 那這個呢其實也是POP2 一個很大的賣點來的 因為甚至乎連專業的器材 都不能夠做得到這一點 就是在街上做高解像的人像掃描 目前來說呢 應該市場上只有這個產品 能夠做得到的 操作呢跟電腦差不多 素描的質素呢也跟電腦差不多的 想提提大家呢 就是如果你想像我剛才這樣 去拿著那個scanner 周圍scan的話呢 你就需要買一個貴少少的版本 就不可以買Standard那個 因為它進階的版本呢 就會有這個手持 尿袋電手把 OK? 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一個充電寶的手把 那就可以播放這個機器之後呢 就拿出街去用的 那就可以播放手機這樣 那說一說呢 如果你想買這個POP2的話 你應該去哪裡買呢 那你可以找回他們香港的代理 那就是searchingC啦 那我呢 將它的網集呢 放在我影片的description裡面 那大家可以click下去呢 去找回這個產品的啦 那它現在呢 就好像做一個組料優惠的 那因為好像3月 即今個月呢 才剛剛推出啦 那有了這個組料優惠呢 那它Standard那個版本呢 就本身6500的 那現在就3999的 那如果你是進階的版本 即是有了這個電視手把的版本呢 那本身就是7500元啦 那現在的組料優惠呢 就4689的 大家可能沒什麼概念呢 那些貴的3D掃描器 是去什麼價錢的 給個例子大家 Ireal 2E 46000元 Ionscan Pro 2X 54000元 加拿大Handy Scan 工業級掃描器 是賣16萬起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POP2如果是說這個價位 這個質素的話呢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其實 那所以都會跟大家推介 那大家如果對這個產品有任何的疑問呢 都歡迎你在下面去留言問我 那我呢 都會去答你的 好啦 那今天呢 影片都來到這裡啦 都是那句 大家如果覺得我今天這部影片幫到你呢 請你幫我做幾件事啦 like我今天這部影片 share我今天這部影片 還有呢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呢 記住打開小鈴鐺 那我下次再推出新影片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第一時間看得到 我是N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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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